羅琳出席訪談節目錄影 羅琳出席訪談節目錄影 分享自己在亞洲電視台的經歷 原本她在5月1日 就飛到美國參加兒子的畢業禮 但現在都因為疫情取消了 她還說原本準備了戒指 帶到美國的兒子 看來她真的很肯喝湿泡茶 非常之肯 所以我本來是5月1日飛過去 我已經準備了戒指 即是讓她去求婚 但現在過不了她就沒辦法 希望儘快大家 即她過來或我過去 就交給她 其實上次她聖誕節回來的時候 我跟她說過這個問題 她也覺得是一件好事 我不是白白送給她 日後她會找到錢還給我 我真的覺得這個女生很好 不要錯失這個機會 其實經過這次疫情 我自己都看到很多心態都變了 我覺得譬如說親情也好 愛情也好 或者朋友 愛一定要及時 身邊每一個人 因為很多時候你 真的不能計劃這麼多事情 疫情也好 或者天災任何也好 隨時都會發生 之前我也都會說 我希望三個就是不灑滅了 那我才會去談自己感情的事情 那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長遠了一些 現在這個疫情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就會覺得 如果現在身邊 會開始留意一下 或者以前有發信息給我的 現在不能外出 那我都會回給她們 以前是不會的 現在或者 都應該是為自己打算一下 因為始終我三個都是兒子 將來他們有老婆之後 就不理我了 那我免得一個人這麼孤獨 所以都現在是開始時候考慮一下